你知道南機場吃炸雞要吃哪家嗎? 這間店你一定要知道 愛吃炸雞鹹酥雞的你趕快收藏起來 如果你來逛南機場想吃炸雞 隨便問路人大概90%都會叫你來吃這間好吃炸雞 他們家的炸雞我還在當國中屁孩的時候就已經吃過了 我記得他們家的雞排雞腿還會大噴汁 趕快點來跟大家一起回味一下 他們家也是有在大 你看比我臉還大 我來吃看看 然後跟大家講 他們家的雞排就是走一個面衣很薄的路線 很紮實 你知道有些炸雞店啊 他的雞排大肆大在面衣大 很脆 但你後來發現其實吸了一個雞末 根本就在吃麵皮 他們家肉是很紮實的 好炸雞喔 你以為比臉大的雞排就只有那幾間連鎖店嗎? 他們家已經賣了30年了 獨門配方醃製的雞排味道很特別 咬起來鮮嫩多汁皮薄肉扎實的口感非常過癮 跟我記憶中一模一樣 一片70的價格真的是蠻誇張啦 2023的此時此刻 怎麼還買得到這麼便宜的大雞排啊 這是穿越時空了嗎? 超大 扇輔雞腿 嗯 又怎樣 噴吃 你看 不含到雞腿好不好 打翻你們對雞腿的印象 喔好好吃喔 已經死回味了 你真的覺得炸雞真的是 不是經典 有人跟我說他吃炸雞不吃皮 我真的覺得他不懂炸雞 他不是我們這一行的 跟我不是同好 好吃炸雞是真的有在好吃 我一咬直接噴吃到同事身上 雞肉鮮嫩juicy完全不柴 雞皮也是滿滿的油香又酥又脆 一整隻棒腿55元超級划算 我認真覺得這附近的連鎖素食店的雞腿業績 應該是不會賣太好 其他的炸物鹹酥雞也都非常不錯 週末買回家找朋友一起來配啤酒吃啊 他們邊吃一定邊覺得你超懂吃 如果你還知道台北有哪裡好吃的炸雞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尚恩尚其林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